大家好 国际服务12月的平行调整来了 视频内容并非最终版本 同胞手防止 狂暴法术重做 威猛矿工 亡灵 亡灵大军加强 凤凰武生 削弱 同胞手防止出兵的总量 从11个改为12个 持续时间从31秒 改到了29秒 每次出来的同胞手 从1个改为3个 我们进实战看看效果 主要还是跟之前 读一个极限的位置 把第一只同胞手 给捕到残血就行 我这个小骷髅挡了一下 最终是被投了一下 狂暴增加伤害 但是范围缩小了 然后这个共军锤加狂暴 也是相当的凶猛 狂暴的伤害是够解哥布林的 但是狂暴现在也能解飞桶了 野猪加狂暴效果也不错 但就好是蹭塔 视频中没有蹭到塔 会有个小小的击退效果 看在视频画面的 这个狂暴是吓早了 大亡灵的改动 伤害增加了 能完美解野猪 然后撞击也是能配合狂暴进攻 但是要注意释放时机 我这明显失误 没有把瓦子里给弹开 威猛邝龙的移动速度 从中速改到了快速 现在解胖子 虽然下得太靠前 也会追上来 立马输出 由于一度速度的增加 还能更快的进塔 使对手增加防守压力 凤凰的血量是削弱了15% 达到了一个大点可以斩杀的血量 所以不能再凤凰5升去进攻了 而且5升的费用也是加到了5 有时候防守会因为差这一费 非常难受 当然小参与也是增强了一点点伤害 伤害会比之前高 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已经讲完了 最终版本以游戏时装为准